海边生物 几位朋友到海边游玩 发现了一个小生物 海边游玩 奇怪的生物面部朝下躺在沙滩上 它赤身裸体 蓝色的皮肤的脊椎上有着一排细小的尖刺 它看起来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 不过有几秒 它又轻微地抬起了头 不知道这是不是美人鱼的后代 灵异加油站 这是由一位加油站员工派设下来的灵异事件 灵异事件 镜头中出现了一个剪影 白色的影子从一侧走到另一侧 这是穿着白衣的工作人员 还是飘在加油站的幽灵 废弃营地 在比利时 Sasy和他的两个朋友前往一个废弃的露营地 当他们靠近森林时 听到深处传来类似狗吠的声音 森林的边缘 一棵树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还有一个警告牌提醒他们小心 有狗出现 没走几步 他们又遇到了一个警示牌 上面写着禁止进入监视区 然而 几个人并没有在意这个善意的提醒 有狗出现了 我认为你 那门的门 那门不停 我认为他 那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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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种 那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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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在那邊的風聲嗎 你能在那邊的風聲嗎 你… 我聽到的東西 我聽到的東西 這很可怕 好… 喂… 喂… 我們來這裡嗎 What the fuck What the fuck 這不是我的車嗎 有些人被译在那儿 这太大了 那是不光明 那是不光明 这太大了 这就是 那是不光明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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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这人 他们在路面 是的 他们在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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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ござ下的 妳在哪 妳快點 妳在呀 有燈開style 小 masks 小沙 我沒有 都是鷥 soybeans 小小黃 突然 一个穿着白袍的女人 挥舞着斧头朝他们冲来 三人被黑暗惊散 最终他们报了警 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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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来 来是的 不要 来 来 来 是的 来是的 我對你們的 seinem武衛 不相當 你來這裡 我可以嗎? 沒有,我有點活動 你如說話,我沒有 你無敦? 你無敦的 對你無敦的 你無敦的 沒有,我們不要 沒有,我們要不做 警察到达后找到了她 将这个搞鬼的女人带回了警察局 一团黑雾 这段画面来自男人家车库内的监控摄像 车库里突然出现一团黑色雾状 它向门的方向飘去 然后消失 你相信这是鬼魂的化身吗 鬼脸 家里曼丹在丛林中找到一块空地 开始了她的露营生活 她先是点起了蚊香 防止蚊虫叮养 现在是十五十五 所以可能 给男 呃 给男人 给男人 帐篷内先是有些风吹草动 之后一张不是鬼脸 还是猪脸的生物探了进来 视频戛然而止 不管是猪脸还是鬼脸 家里万丹还是被吓得不轻 演唱会 在一场热闹的演唱会现场 女孩用手机记录下一个非常奇怪的女人 是 是 是 SantaSofia Dónde están los que van a amanecer con Dizontiménez esta noche Dónde están los que van a amanecer con Dizontiménez esta noche Es principio, toda una narrativa de televisión Donde está hablando de acceso a女 child ¿ ini junieties? ¿ JENNIFER DE DOLANCE DE DOLANCE En wingling Obama En dag passar dos metervases 被坐在车上的东西惊掉了下巴 一位白衣女鬼 脸色苍白 目光空洞 似乎从未见过阳光 瞬间空气变得阴冷 这一幕吓得两个小伙直打哆嗦 大白 已经很晚了 男人被屋外的噪音惊醒 迷糊中他走到门前通过猫眼窥视外面的动静 却发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 一个身穿全套防护服的男人张着大嘴 眼神中透出诡异的光芒 动作缓慢而不自然 仿佛是一具被枪击中的僵尸 在无尽的哀嚎声中 他似乎正在挣扎 周围的空气弥漫着紧张与恐惧 狂热的三轮车 这段视频来自某处城市街道 眼前的三轮车像是小孩子闹脾气一样原地打转 诡异的是车上并没有任何人操控 过了几分钟 胆大的男人试图上前阻止 安抚这个愤怒的小三轮 三轮车最后终于停了下来 是三轮车厂家的技术问题 还是三轮车可能也会被俯身了 相册 这是一张兄弟二人的合影 阳光洒在他们的笑脸上 洋溢着青春的活力 然而 仔细观看后 你会发现 这张照片中并不只有两个人 兄弟二人回忆到 照片冲洗出来后 他们也感到震惊不已 镜头背后的第三个人 竟然与一年前在一起摩托车事故中 不幸离世的好朋友惊人相似 这个奇怪的现象 让他们感到困惑不已 无法用常理解释这一幕 他们心中充满疑问 是否真有某种超自然的联系存在 女孩们都喜欢自拍 这两个女孩也不例外 他们利用玻璃当镜子拍下了一张美照 然而 放大画面后 这张照片却出现了转折 穿黑色衣服的女孩 肩膀上似乎多出了一个人 像个连体娃娃一样 衣服在她身边 这是一张外出游玩时拍下的照片 当大家沉浸在喜悦中时 却完全忽视了一个身影 一个苍白的女人鬼魂正站在水中央 凝视着她们 似乎在挑选下一个替死鬼 在一家自助餐厅内 相机捕捉到了一个奇怪的女人 一头乌黑的秀发 搭配着空洞的眼神 萧瘦的脸庞 好似一副骷髅 海洋秘密 海洋里的东西一定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 其中80%的部分仍然是未知的 海洋中据说有两种神秘的生物 一种是深海龙 它们体型庞大 身皮银色鳞片 像是来自古老传说中的海怪 它们拥有长长的尾巴 优雅的滑破水面 深海龙的眼睛深邃而智慧 似乎能够洞察一切 传递着古老的海洋秘密 不知道这所说的是不是画面中的生物 一种叫做幽灵水母的生物 透明的身体 如同水中的幻影 轻盈地漂浮在海流中 每当它遇到光线 身体便散发出柔和的蓝色光辉 探索 2023年的冬天 杰西和他的团队 前往北卡罗来纳州 倒查一个称为棕色山的地方 杰西和他团队在深夜时捕捉到了某种发光的东西 他们将这一现象发布到YouTube频道 能够看出来 他们十分兴奋 完全没有想到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看它 ys用 影迈部分 看完 食谈 realized we're live going to what we're doing we are live from a live looking at the brown mountain light we took a little trip today and we are up here at an overlook we are looking over the brown mountain ridge and brown mountain and using the Cy onyx and right now I'm actually catching the brown mountain light on the魚 you're recording I got one is very this 现在我也十分好奇 这个灯光到底是不是某种奇怪的现象 或者这是在那里露营的人 在用非常强的手电筒照射天空 于是几人决定出发前往闪光的地点 但是我能不能够到那里露营的人 我能够到那里露营的人 杰西和伙伴们已经完全确定这不是露营的灯光或飞机 这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视频已经发布 互联网上的网友感到很困惑 有人评论说布朗山灯与外星人活动有关 还有人说这个山底下埋藏着地下基地 直到今天也无法解释是什么导致的这一现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